再來呢 剛剛有提到 這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譬如說 咖啡因啊 或是酒精 或是太甜的 如果你有胃酸膩油的狀況 這些一定要避免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太油膩的食物 那太油膩的食物 我們最常在就是像一些 炸雞排啦 炸雞啦 炸什麼鹹酥雞炸的 但是除此之外 一些油脂高的也要注意 譬如說像肉裡面的肥肉 雞裡面的雞皮 不要覺得它是滷的 就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這個都算是高油脂的食物 這個也會影響到我們的胃酸 其實剛剛營養師都特別聽到 一般人大概有個觀念 你只要吃 對 那很難過 當你吃到8到9分飽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感覺 你已經到這邊的時候 就表示說如果你坐下來 基本上你就很容易胃食到你 不要因為你坐著就不會 坐著也會 因為你負壓如果大的話就上來 其實這時候你寧可站起來 慢慢走散步 慢慢走 女人逛5分譜的速度 慢慢走 慢慢挑衣服 走個差不多10到12分鐘 這等於你發覺什麼 你會慢慢打嗝 或是放屁的時候 就表示你本來那個8分飽 往下減了差不多7分飽 那如果之後真的就比較快餓 怎麼辦呢 就是說其實如果你有吃到 6到7分飽的話 基本上你其實還不會快餓 因為你晚餐吃完 隔3個小時就該去睡覺了 哪有那麼早 哪有那麼快 對啊 這只有你啊 黃醫師 黃醫師的生活 你那個是中間社會的人 對啊 是現在社會 黃醫師是6點吃飯 他10點就睡覺了 那不行啦 哪有那麼快 我還是10點吃飯 凌晨3點睡覺 6點小時候還沒回到家 大概12點 12點多睡覺 那你就變成說 你真的宵夜吃完 可能宵夜只能吃個5分飽 那可能要起碼過 一個小時或一個半小時 才能去平躺睡覺 才能再睡覺 這時候就會建議 大概補充一份的糖類 或是一份的水果 就是也不要太多 譬如說 香蕉小條就一條 蘋果小的一個 那個叫宵夜嗎 其實你慢慢的吃 其實你就會有飽 就是會有飽足感 那只是我們心態 調整的問題而已 好 來 緊接著不痛症狀3 包括了上腹部 有點不舒服的感覺 還有第二就是吃飽的時候 不舒服 空腹的時候還比較好一點 以及第三 大便的顏色是比較偏深色的 大便的顏色我很重視 因為近幾年來算是這個 相關單位這個推廣 也滿有貢獻的 就是大家開始會去 留意大便的顏色 那我發現常常怎樣 當然你如果說 吃那個什麼鴨血 什麼那個豬血 火龍果 那大便顏色會不一樣 我發現有一種狀況 就是你如果喝得很醉的時候 當然你在睡夢中 可能就會覺得胃有點不舒服 那十四八九 你第二天上大號對不對 那個便便的顏色 也是黑的 這個時候你就要有警覺了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這該不會也是胃潰瘍 或者是胃出血什麼之類的 然後去把那個顏色 給染黑了這樣子 染黑了 染黑了 出血 出血會染黑 後來果不其然 我不是說我去健檢的時候 他說胃有發炎的狀況 那個胃的發炎 應該之前也是有潰瘍出血過 對啊 所以我現在出門 包包裡面都是那個藥盒 然後說這個 早中晚 然後星期 星期 星期 什麼這樣子 這樣就放好了 像老人家 真的像老人家 會這樣 就是那個外用都會幫你分好 對不對 沒有 反正就遵守這個紀律 就兩個月的時間 OK啦 應該有 好 所以如果是不是這樣子的症狀 像玉琳說的 曾經有胃潰瘍過 的確硬症 是不是 對 就是胃潰瘍 對啦 真的 真的這樣 亞蘭也有胃潰瘍過嗎 對 然後那時候我胃潰瘍 我一開始還不知道胃潰瘍的時候 我有發現我東西吃下去 可能吃飽了 你覺得飽了我就停了 但沒多久 不到10分鐘 你的胃又開始空膜 而且是空膜的感覺 就好像又沒吃飽的感覺 所以我那一陣子食量非常的大 就是一餓就吃 一餓就吃 然後就突然變得很胖 對 胃潰瘍標準狀狀 對 胃潰瘍標準狀狀 他就說你一定是胃潰瘍了 所以就拉我去做胃鏡 因為我28歲就胃潰瘍 對 真的 太清楚了你知道嗎 對 所以很不舒服 像我是有健康檢查 我也是吃飽 我反而會覺得比較不舒服 而且也是不舒服到 我真的是覺得坐著 也不是 站著也不是 然後後來有去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是 醫生有說它是有 胃裡面有幽門感菌 螺旋幽門感菌 然後所以 因為這樣子有輕微的胃潰瘍 可是我不知道這兩個是 會有關聯的嗎 王醫師 為什麼這幾個症狀 跟胃潰瘍有關聯 其實我們剛才一天的標題 有告訴我們胃不舒服 你的感覺會不明顯 其實這些症狀 其實看起來都不是 第一個跟第二個都不是很 就是這樣子 就是不舒服 怪怪的 那也會讓你覺得怪怪的 基本上如果到第三個 大便顏色比較黑的話 就表示你的問題 真的可能比較嚴重 這邊給大家奉勸一下 我會有些人家裡的那種 馬桶的顏色 可能不是白色的 對 對 不是白色的 找紅色那一種 如果你不是白色的話 你可能都不知道 你的大便尿尿的顏色 你都不知道 甚至有時候我都會教變成說 如果你本身要注意你的腸胃道的話 你去上車的時候 可以的話 把那個水上面鋪兩層 兩張衛生紙 對 這樣的話你比較 比較發現說 你當掉下去的時候 你比較能夠對比你那個顏色 對 而且水比較不會見到屁股 你好聰明 好聰明 好聰明 對 真的是有時候太急了 聰明 它是要跟你對比用的 所以基本上 所以如果說你剛才看 你的大便的顏色有問題的話 尤其是胃潰瘍變成 所謂的 剛剛玉琳有提到說 變成胃初雪的話 你的大便的顏色會變黑 真的會變很用 你會出現那種類似像那種 薄油變 那薄油變帶一點 有點腥臭的味道 它像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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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種薄油的一樣黏黏的 黏的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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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你看到大到這麼大 也不會痛 要到這麼大 才碰到旁邊的神經你才會痛 那到一個程度 對 基本上我們知道 潰瘍的時候 當你本身胃是一個帶狀 當你撐開的時候 你本來的那個潰瘍本來只有這麼小 當你胃被撐大之後 這個潰瘍會變大 這時候如果胃膳進去了 你當然就開始不舒服了 可是這基本上還是要看你那個 那個潰瘍的位置 因為有時候它位置在 比較上面的地方不會被撐大 有些比較下面的地方會被撐大 那時候要看你的位置 所以說有時候 阿嬤都跟你說 腰痛 肉痛 就是你的胃一定有問題 你的胃也沒問題 你的十二指點一定有問題 去做胃生 做胃脹下去看 你就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對 嚴重的話會怎樣 我們常說 不管是胃潰瘍或舌子癢 潰瘍的話